两岸关系被蔡总统跟民进党这几年搞下来 谁还敢说 绝对不会开战这四个字吗 谁还敢保证吗 但是最讽刺最吊诡的 台湾民意基金会有一项调查 面对中共可能无力犯态 蔡英文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呢 我也顺便问一下大家 对于蔡英文政府的备战能力 你有信心吗 有的话请加一 没有的话请减一 你注意到有没有 在这个原品图上没有做到的 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报道那么多民意调查 我从来没有看过有0%的 了不起的3%4%18% 这个竟然有0% 在25岁到34岁这个族群 也是将来如果真的开战 你们是最容易上战场的 这个族群比例很高 也是蔡英文跟民进党的支持者 但就是这个族群认为蔡政府 已经做好非常充分准备的 他们认为是0% 就是说他们觉得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 对吗 从这四个人你看到有做好准备吗 大千 其实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应该要努力的来捍卫中华民国的民主 繁荣跟和平 而这三个目标里头 和平是最重要的基础 如果没有和平 我们就守不住民主 如果没有和平 我们也不可能会有繁荣 而今天台湾人民居然要走到战争 跟和平的一个选择 其实我相信这是一件让很多人都情何以堪的事情 更是让台湾人民过去 在几十年里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就如同我刚才先前跟各位提到的 选择了民进党跟选择了国民党 不是选择了颜色 而是选择了战争还是选择合法 但大千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趣 你有看过0%的民调吗 我要讲的就这个民调 林花表是什么 这个民调其实代表年轻世代 对现在台湾的国防实力非常的清楚 他们也不是民进党可以呼隆 可以影响可以改变的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判断的能力 所以最终如果民进党要把年轻世代推上战场 为了台独为了美国来牺牲的时候 年轻世代未必会买这张单 我要提到说这四个人 刚才秀方在讲说他们不用被叫招 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 可是我要提醒各位的是 我刚才说过 在东沙在很多的外岛 其实有很多文职人员 他并不是都是军职的 比如说海巡署 那么这些都并不见得还有军职在身 所以如果今天连这些三十几位大叔 都必须要被迫加强他们的这个教招强度 然后准备面对战争 如果这些人都可以训练成精兵 那我想林长佐应该也可以吧 那我就出了搜主意 你刚刚讲建议他去东沙 他现在有罢免危机 他可不可以说我自动请英区去东沙 变成英雄大家就不罢免他 秀方你想跟我想的很像 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个 我在想说如果林长佐被罢免掉 民进党就任命林长佐 当海巡署副署长就好了 我们派海巡署副署长镇守东沙 跟东沙岛共存亡 那么这样让大家才知道说 民进党是完真的 不是把别人家的小孩推出去 而且林长佐他当时之所以 不需要服役的原因是因为焦虑症 焦虑症其实有很大的模糊空间 但是这是对了 表面上是焦虑症嘛 但是你看他同学爆料啊 所以他近视才300度 如果现在有这么严重的 精神情绪的问题 怎么可能来当立法委员嘛 所以我要讲的是 这些人既然连现在的工作 都可以做得好好的 其实坦白讲 你到了前线 你一样可以发挥你的功能啊 就算没有让你拿枪 你也可以做后援 你也可以做后背 你也可以做后勤啊 你有各式各样的工作可以做 如果今天台湾真的要面对战争 那么当然 这些长期以来躲在键盘后面的1450 是最先应该被叫去叫招的 干嘛要叫其他无辜的民众呢 这些躲在键盘后面 在键盘每天留言 抗中保台的1450 我想你们的年纪差不多吧 刚好现在最适合 参加我们高强度的叫招 然后训练成为一支精兵 然后镇守在像东影啦 东沙 马祖这些前线 保卫台湾我一再强调 真的是抗中保台 牺牲报国的时刻到了 这些平常只出一张嘴 只出一张手来打键盘的人 此时此刻就表现给我们看 你们的魄力跟决心啊 我觉得就把他们编在一起 那个队伍就叫做塔律班 对不对 一班为单位嘛 就刚好就编成一班 刚好可以实施班攻击啊 他不是在讲说要进行班攻击吗 塔律班的攻击啊 刚好是一班 塔律班 塔律班 好想再唱一次哦